好,来看一下这个手风琴效果 手风琴啊,手风琴 好,手风琴的话,那么它这个的话是什么呢 实际上是这个代码也在上面的啊,我们点一下是吧 点一个什么样呢,就可以 点一个就可以什么,显示一个东西吧 好,那么的话,实际上是这个的话 这种效果怎么样呢,还是什么呢 要接触我们的布局的一些方法是吧 也是把布局写好之后,你就方便你写JS 是这样的啊,就是最好是什么呢 那么我这里再说一下,实际开发中的话 实际开发中如果是有些公司这样子 有些公司是什么,把布局和JS的人分开 有些公司是这样子的啊,是吧 那么分开的话,如果说这个人跟你配合好的话 比如说你写JS,那个人写布局是吧 如果配合好的话还好,如果配合不好的话 他写的布局是不方便你写JS啊 他不能理解你是怎么做的,是吧 他布局的效果是出来了,但是有时候不方便你写JS 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可能需要很好的沟通 是吧,不沟通的话,他写的布局 你可能要改一下才方便写JS,是吧 有这种情况啊 有些公司是分开的,就是有些人专门写这个 写布局啊 那么专门写布局这种人的话叫什么呢 那么有一个有个说法叫什么,叫什么,叫切涂仔 就专门切涂,就专门什么,做页面啊 就这种人的话,他只做页面,他不会写JS 看到没有 他只做页面,就是从图把它做成页面,完了 然后写特效的话是另外的,上面写JS的人 这么写啊 有些公司是这么分开的啊 大部分公司是什么呢 这种人既会布局也会写JS 大部分人是这么做的,是吧 然后工作也是合在一起做的 就是布局写完,然后写JS 这是小公司这么做的啊 大公司的话可能就是有的大公司是合在一起 有的大公司是分开的 就是有人写布局,有人写JS 这个时候的话,就有这么个说法,是吧 然后岗位这么划分 然后他写的布局可能就不方便你去做一些特效啊 好,比如说我们这个什么呢 我们这个,这个效果是吧 它的布局的话,你理解清楚的时候 其实很好做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效果的话,是怎么做的呢 假如说我们先把这个 我们先把这一件JS,先把它住掉吧 住掉不要啊 好,住掉 先把它住掉啊 好,住掉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啊 住掉之后刷新一下这个页面啊 好,来看一下 这实际上是每一个什么呢 啊,这几个焕灯片啊 这几个什么呢 这个什么叫什么 呃,手风琴是吧 每一块啊 每一块我们来看一下啊 它的这个结构每一块就是一个LI 是吧 每一块就是一个LI 那么的话,左边的那个文字就是一个spam 啊,就是说左边这个文字啊 就是一个spam,是吧 好,再加上右边一个图片,是吧 整体的是一个LI,是吧 整体是一个LI 啊,整体是一个LI的话 那么就是 就是 整体的什么 相对于这个UL进行定位吧 是吧 那你相信这个UL来进行定位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每个LI是什么样子 是吧 检查一下,是吧 好 那么每个LI的话是什么呢 看一下这个LI,是吧 这个LI的话那么就是 它里面是一个spam和一个什么图片吧 好 这个LI的话是另外的一个什么spam和一个图片 是吧 spam 那么它的spam是在这里啊 这是02的吧 02的这个spam啊 它的这个图片在右边,是不是这样的啊 实际上怎么样呢 就是还是做了一个切割啊 比如说这个 我把这个切割的这个东西把它关掉 看一下啊 比如说这个overflow hidden,是吧 这个地方我把它勾取消掉,是吧 那看一下它是不是在右边呢 这个是不是都在右边呢 看一下啊 这都在右边呢 好,比如说我把第二个拿过来,是吧 好,第二个LI拿过来 然后的话看一下啊 第二个LI,然后把它的这个level值调一下,是吧 level值调一下啊 你看一下,这是不是第二个LI啊 是吧 这是第二个LI吧 就是说这个标题和这个图片是一整块,是不是这样的啊 是一整块啊 其实的话就是 其实的话就是这个标题和这个图片是在这左边其他的都放在右边去了 然后它们是一个叠在上面的 一块一块的叠在上面的,是不是这样的啊 通过定位一块的叠在上面的,比如说这个二在一的上面啊 这个三又在二的上面,是不是这样的啊 三又在二的上面,是吧 是不是这样的啊 三又在二的上面啊,一块的叠啊 像一张张的那个纸牌一样的叠上去了,看到没有 是吧 好,比如说第四个又在第三的上面,是吧 第四个又在第三张的上面,是这样的吧 是这样的结构啊 你把这个结构理解就行了,是吧 好,比如说第五个又在第四个的上面,这样子啊 每一个的话就包含一个什么呢 这个标题和一个图片 这几块吧 是不是这几块啊,是吧 好,这样几块啊 好,这样几块啊 好,这样几块的话 它们整体是什么呢 外面做一个整体的一个框把它们裁切的 是吧 比如说我把这个框的,这个 这个什么呢 这个切割把它打开 是吧,看一下 是吧 这样是不是切了 把右边的切掉了啊 就每一个是什么呢 是这样的是吧 每个是这样子啊 比如说这个 这个什么呢 02想过去是吧 这个02想过去的话 就调left值就行了 是吧 调left值啊 是不是调left值就可以了啊 那样的值啊 它是不是就过来了啊 是吧 过来啊 好,看一下 它完全过来 它要到哪里 是吧 到一个 是不是21的地方啊 这个要到21的地方 是吧 到21的地方啊 比如说第三个要完全过来啊 第三个要完全过来的话 就到一个什么呢 暂时多于21吧 好,这个条的话 这每一个色条上就是21的宽啊 这个到底是什么 是多少啊 四十二吧 就是是不是21的倍数啊 21的倍数啊 好,比如说第四个要过来啊 第四个要过来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21再乘以3是吧 21再乘以3的话就是什么 63吧 六十三啊 好,这样子 是吧 是不是63呢 是吧 好,这个是不是跟它归于有关系啊 比如说第一个 第一个它的所影子是0 0乘21 是不是0呢 好,这是第二个 第二个它的所影子是1 1乘以21 是不是21啊 就刚好是它的left值吧 所以说它要过来的时候怎么样 就直接怎么样 乘以它乘以它的所影子乘以21 是不是就是它的值啊 它就过来了吧 过来了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怎么做啊 好,默认是这样子是吧 默认是这样子啊 好,这个JS的话看一下啊 JS 那么它是直接选择的LI 是吧 直接选择LI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首先的话 好,看一下啊 好,我们来做一下 把这个 把这个先删掉啊 删掉之后 然后怎么呢 我们先写一个什么呢 Dollar什么呢 Dollar先写一个 Ready吧 Ready啊 方个群啊 好,首先的话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让每一个什么 先做这个动画 什么动画呢 我们点 点某一个啊 让它过来可不可以啊 点第二个让它过来 点第三个让它过来 是不是可以啊 我看一下啊 好,那么就是先把这个LI选中吧 比如说 删一个什么呢 Dollar Li 就等于这个什么呢 Dollar这个点 是吧 点这个 这是警号 警号这个什么呢 这个里面的LI吧 这个里面的LI 是不是可以啊 好,这是所谓的LI 好 好 好,那么接着的话 我们是要做这个LI的 点击的这个效果啊 点击的效果 点击的效果 就是点某一个 点这个条 就相当于是点LI吧 点LI啊 好 那么多了LI 然后什么呢 click的时候 是吧 click的时候啊 来个function啊 function啊 好,比如说我来弹出这个什么呢 弹出每个LI里面的什么HTML 是不是可以啊 alert一个什么 Dollar 它的什么HTML 是不是可以啊 看一下啊 好 刷新一下是吧 比如说这个第一个我点这个第一个是吧 点它是吧 那是弹出它的什么呢 非洲景色01啊 然后是第一个图片吧 是吧 好,点第二个 那么是弹出第二个啊 是第二个里面的HTML啊 是吧 好 好 是这样子 是吧 现在我不是要弹出来 我是想把它移过来 是吧 把它移过来啊 把它移过来 什么移呢 那么就是 我现在不是要弹它什么啊 移的话是什么移呢 比如说是 Dollar race Dollar race 什么呀 然后是ELEMATE 是吧 ELEMATE 把它动画 设置过来吧 设置哪个动画呢 实际上设置它的什么 它的什么 LIF的动画吧 LIF动画啊 好 它的什么呢 LIF的 然后等于什么呢 等于它自己的收影值吧 它的收影值是什么 乘以一个21吧 就是刚才的值啊 它刚才的值啊 好 比如说就是什么呢 Dollar race 是吧 Dollar race 它的index 是吧 好 把21放在前面乘一下 说21乘以这个 是不是这样的 是这样子的啊 好 看一下啊 这个是不是可以啊 好 好 刷新一下是吧 刷新一下之后 那么来看一下点第一个 第一个应该是默认就是0吧 它是到这里啊 好我点第二个 是不是过来了 好 点第三个是吧 是吧 点第四个是吧 点第五个 是没有问题啊 是吧 好 没问题啊 好 看一下啊 第五个啊 好 这个没问题啊 这个没问题的话 第一步我们是不是做成呢 是吧 好 做成之后的话 那么看一下 那 假如说我这个时候想什么呢 想点什么 呃 假如我想点第三个 是吧 或者点第四个 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点第四个是吧 是不是这样子啊 那么我点第四个的时候 应该是什么呢 前面一二三也跟着一起过来吧 不是第四个自己过来 这个时候是就是 不是这样的是吧 所以说我们这个写的是不是有问题啊 结问题啊 单独点是没问题 点它点它 是吧 我这是按顺序点的是没问题吧 是吧 如果我点单独 如果我点第四个或者点第三个 那么二和三应该一起过来才对 对是不是这样的啊 一起过来才对啊 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个一二三应该都过来 应该都过来 而不是说三自己过来 是吧 那么一过来干嘛呢 一本身怎么呢 它是零吧 它本身 它过来的话它就是零 它就是在这个位置上面 但是我们可以写成这样子 是吧 它只是不动而已 好 那我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 应该是写的有问题吧 是吧 写的有问题是吧 好 那么的话应该是 多了日子啊 好 多了日子的话 那么是什么呢 呃 到这个位置是吧 多了日子到这个位置啊 好 接着的话应该是多了日子 然后它前面的这个什么呢 比如说多了日子前面的啊 前面的这些东西 比如说我点第三个是吧 那么应该是一和二都过来是吧 一和二都过来啊 好 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是多了日子的 多了日子的 多了日子的前面的这些 元素吧 前面的元素吧 应该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点第三个 前面这两个L 应该怎么写啊 应该是什么 per perview吧 然后是什么 all吧 perviewall吧 是不是这样子了 perviewall啊 perviewall的话 大家看一下 这个选择器里面啊 选择器里面 那么 啊 这个选择器啊 这个选择器啊 选择器里面有个perview是吧 perview的话是什么呢 选择L 这个drv前面紧挨着的吧 这个的话是什么 perviewall的话 是选择drv元素之前 所有的同倍元素吧 这样子啊 是吧 所有的同倍元素啊 好 所有的同倍元素 好 这个perviewall perviewall的时候 然后是假设我点第三个 点第三个之后 那么应该是 这个perviewall 应该是选择这两个吧 好 这两个啊 这两个之后 然后是什么呢 直接element 可不可以啊 好像不行吧 直接element的话 那么我写多少呢 这个perviewall 它和它运动的距离 还不一样是吧 它是要到0的位置是吧 它是要到21的位置 是不是不行啊 是需要分别写吧 分别啊 分别写的话是什么呢 来个一起吧 一起啊 分别写啊 分别 然后来一个什么 方格选吧 方格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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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格选 方格选的话 那么就分别抄到这两个li 假设说我点第三个 就分别抄这两个li 啊 那么就是什么呢 就是 $zs 是不是这样的啊 $zs $zs 的perviewall $zs什么呢 element吧 element啊 element多少呢 就是这个 还是 还是 $zs是吧 $zs吧 $zs 然后是这个 那就是什么呢 $zs啊 好 这个里面的$zs $zs 是吧 $zs的index啊 $zs的 index 是不是这样的啊 index 好 是不是这样子呢 好 这样子啊 好来看一下行不行是吧 看一下啊 好 好再来刷新一下啊 刷新一下之后 那么我们再来点一下 比如说点第二个 没问题是吧 好点第四个 这也没问题啊 是吧 点第五个 啊 是吧 这个没问题了吧 是吧 好 点第三个啊 点第四个 点第五个啊 没问题了 好 好 这是第一步是吧 第一步啊 好